Yoshi, 年的HHHHH 他宣佈那一刻 你會覺得 這一步 來到這一步就可以 有點不太相信 同時 但是在興奮為主 反而是很興奮 我想起自己興奮在於甚麼呢 之後我沉澱了 我最興奮是幫我們一隊團隊做到一些成績出來 是被看見的 好像有一種感覺是有人看著我 原來還有人在看我的演戲 加上這套電影的類別是愛情小品 一向愛情小品是比較難的 所以是很興奮 當然我每一次演出都很努力 但是出來的效果可能跟自己預期的不一樣 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只是什麼都不想 我都覺得沒有什麼命水 唯有有戲演我就很開心就盡力演 很長一段時間是這樣的 不想 簡直是不想 有沒有提名 有沒有什麼獎項 連票房都不是很想的 總之有得比我演已經很開心了 所以有一段時間可以說不是迷失 而是好吧我只是沖著自己喜歡的事情做 所以我就會做 近幾年我經常有一個很擔心 就是我經常覺得好像被遺忘 我是一個演員 所以當有這個提名的時候 我最開心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讓人知道我還在 我是在拍戲的 其實我是在拍戲 因為當時現在的人看到我 就是我有看你YouTube 我有看你IG 我有看你Reels 但是開始越來越少 我有看你電影 所以我整天覺得 其實我是一個演員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演戲 大家不要忘記我 有人很好地 他也是有心的 叫我 不如你不要演戲 你專心做網上媒體 更好 又賺錢又快 你又做得這麼出色 這麼快 數字又多好 那就叫我放棄 我很深刻 我很傷心 但是我完全沒有質疑 我都很肯定立刻回答他 我說我不會 我說因為 我當初入行是因為演戲 如果我不是可以演戲 我根本不會入這一行 就是一點都不容易 大家可能看到很風光 但是其實是很累的 所以我就說 如果不是因為可以演戲 我不會做這一行 所以我不會這樣選 總之 武器演戲的時候 我就很專心拍 網上媒體的東西 社交媒體的東西 當時要拍戲 拍戲之前 拍戲的時候 我完全不做其他東西 就是我要延遲全部時間 專心演戲 很幸運地 是能走得通的 就是我可以 那些片子早點拍 然後就比較專心演戲 嗯 不日成分的導演 陳茂妍 他是有一個很重要的白樂 嗯 確實是 因為我跟他連續三次合作 就是不日成分 不日成分2 還有剛剛完成未上畫的破地獄 我覺得 他絕對可以不繼續用韋斯亞 但是 他就是想幫我 他覺得可能我很努力 這麼多年 他會很想幫 所以他絕對是 我人生中的一個很重要的白樂 不過也應該可能是 因為陳家樂的出現 令到你的角色 可能會更大出一點 是 絕對是 我也會很感謝他 因為很多事情 我跟他的默契 是 直接是不用交的 因為太朋友了 是否就是 因為第一部電影 跟他拍的時候 是 其實第一部電影之前 我們已經認識 就是四月草 那時候我還未叫做入行 拍四月草的時候 一起拍 我們幾個都是朋友的 整班四月草 我們收工是 不遠回家 整班圍迷 好像邊青 不回家 整班 很朋友 好朋友 所以大家 之後就入了英王 跟公司 跟他更加好朋友 還有跟他的經歷就好似 大家認識的人也好似 高低低 所以就特別好朋友 直到我們拍《不日成婚宜》 我拍拍一下 為什麼一對酷圍在一起 不知道在討論什麼 在開賭 然後他們說原來在買 他們肯定之前一起過 一定是有些事情 可能是朋友 都會這樣 可能我們會抱著抱著 不覺得大家是異性 他們就會覺得很奇怪 大家會很誤會 因為他給我的感覺 他真的很不想承認 但確實他真的很像我弟弟 他連他的性格 想法 他也是很簡單 很單純 所以是有這個 真的家人的感覺 我們套戲裡面有劉青雲先生 我一向是很喜歡他 他讚我 他說他跟一個朋友一起看 那個朋友說他演得很好 就是說他很像 之後有一次就真的跟劉先生一起合作 大家在化妝間的時候 大家在化妝間的時候 我們有個同事 就開玩笑的 你知不知道他是誰 就是問劉先生 他在衛生 然後劉先生竟然知道 我就很開心 他就說 我知道我跟他一起演過戲 他演得很好 那一刻就跟自己說 嗯 原來有人看到的 我有被看見 從那時候開始 就有一點點信心 努力就會被看見 總之你做好功課 你起碼對自己交代 就行 那我就一路堅持著 堅持著 走到今天 今年會再著重一點 就是有新的影后誕生 你有沒有期待過 有一刻 當下會會宣佈你的名字 那當然我會很想 我不會說 其實我得不得到也沒所謂 其實我很想得到 但是你問我 我的機會是挺難的 為什麼 因為真的是愛情小品 另外其實對我來說 對手也很強 他們真的演得很好 另外四位都 因為我現在有點像 哎呀像參加一個派對 嗯 很好奇 4月14日 穿得很漂亮 大家很漂亮 像一個派對 真心的就是 無論我們五個裡面 誰能進到 誰能上台 我都會很開心 是因為 我知道大家經歷的事情都不少 嗯 大家都在這個年代出來拍戲 所以大家都不容易 所以他們上台都會一定會 真的很開心 等他們很開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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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多拍攝 Bree 有 品牌